欢迎收看1月5号的财经Espesso 晚上好 我是威敏 首先来看股汇行情 隔夜美股开年来连续第二天创下收盘新高 稍微提振市场情绪 而马股开年二连败之后 今天在首套股走高之下重整士气 盘中一度冲高至逼近1550点大关 但投资者谨慎看待联储局今年升息动向 富士总指最终收在1547.95点 全天起了6.05点 汇率方面 国际油价下跌 投资者乘势套利 使马币走扁兑换美元报4.1930令吉 接下来有起BLAKE NY单元 原定1月1号正式生效的电子烟新税务 关税局已经宣布展延 没有说明落实日期 对此分析员不意外 反而觉得政府应该考虑降低当初提议的10%税率 根据原定的政策 所有电子与非电子烟设备 今年起都需要按价格缴10%费用 而电子烟使用的含尼骨精及无尼骨丁液体或者是凝胶产品 也需要缴付国内税每毫升1令吉20仙 然而联昌研究就认为政府在制定国内税上应该更为实际 罕停则会是利大于弊 去年表现惨淡的手套股开年又成了投资者的新头号 主要是因为法国出现新变种病毒株IHU 令手套四大天王 今天股价齐齐应声上扬 其中赫特加必市起23仙至5令吉75仙 为第六大涨价股 此外顶级手套挂2令吉44仙身高11仙 高产泥品起了9仙至1令吉96仙 而苏博马报1令吉51仙走高7仙 日前亚航集团就宣布将建议更名为KB的A 今天该公司就解释 更名的目的是为了拥有一个新的企业定位 以更好的反映核心和未来业务 符合公司从一家航空公司 快速转型为数字旅行和生活方式服务公司 那么该公司也预定 将在1月27号举行的股东特大 寻求股东批准更名 那么今天的财经Espeso到此 感谢收看 也记得订阅支持百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